靜脈群症一般來講會有三個症狀 一個就是如果它靜脈群症很厲害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整個腳都很黑 因為它靜脈一直接在那邊 它久一久 那個血球就會跑出來 會造成你皮膚很癢 這個可能就是要開刀 因為沒辦法 已經造成皮膚炎了 對啊 另外一個就是像陳宇峰講的 你血跡在那邊久 它自動自己會凝固 凝固打出來就是血栓 打到腦就是腦中風 打到肺就是肺栓症 打到心臟就是心肌梗塞 所以這個就很危險嘛 對不對 另外就是有的靜脈群症很嚴重 它會造成它痠痛很厲害 它會痠症痠很厲害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是沒罐 會因為這樣子造成它社交位的問題 像如果甄莉姐你的靜脈群症很嚴重 你就不能再穿這種裙子 你怎麼叫我甄莉姐 你聽到戲劇 對 但是其實那個靜脈群症也是會死人的 腳的靜脈群症也是會死人的 我們曾經就遇到一個惡辣的痛 它就是這樣子 它還是一個長寶健將 可是它真的跟那個很大的蚯蚓一樣 它好像真的不小心 它只是在桌角旁邊一滑到 就裂掉 靜脈群症就裂掉 流了非常非常多的血 但是那時候它帶來怎麼樣 它就趕快蓋個紗布送到計程師去 那它很傻 你知道嗎 它蓋紗布它沒有加壓 它沒有加壓 你知道嗎 對 血流得很兇 靜脈群症的血就跟那個痔瘡流血一樣 很鮮喔 而且流得非常快 其實跟動脈流血有一點像 差點去掉 就因為一個靜脈群症的血管被破掉 對啊 可是這樣意思是像 我大學的時候有一個同學 是我們班的像武術高手 他常運動那個踢腿啊什麼 跆拳道那種 然後他也算運動員 然後又年輕 然後那時候我們看那個靜脈群症 結果他的腿上面的那個 就藍綠色那種 那種血管特別突出 然後我們覺得那個還滿MAN的 因為那個有點像 因為他們順著肌肉線條長 你知道嗎 有一些人喔 他是他的表情靜脈 非常非常的表情 他不是真正的靜脈群症 真正的靜脈群症真的是 他是除了髒之外 他真的還會曲 你那個他可能就真的是 一條一條血管很明顯 像我講他很瘦或是怎麼樣 對他真的是一條一條 那個他不是靜脈群症 可是後來就是 他只是血管比較明顯 因為他都喜歡秀肌肉嘛 他練身體的嘛 結果他就穿短褲 那有一天我們覺得 欸怎麼你覺得最近比較娘一點 就看腳上那個不見 他去動手術 我是第一次聽到靜脈群症 就是他動手術 結果他說那個手術 好像是把他什麼血管 抽掉 抽掉 其實如果是靜脈群症 需要手術的話 其實有兩種啦 一種就是我們現在傳統的手術 就是把血管直接抽掉 另外一種就是用一個針插進去 小小的針然後插到上面 然後雷射把這血管燒掉 那其實還有一些內科治療 就是內科治療 我們會打硬化劑 或是去打一些那種 高髒的食鹽水或是糖水 但是我覺得喔 不要相信坊間的口服的藥物 可以治療靜脈群症 口服藥物可以治療靜脈群症 那都是抗磷劑啊 就是預防你血管酸塞的 不再次打算 一秒鐘 不要再打算 我還沒聽到 你會有22Ë 有3種脈 有3種脈